走进大陆广州的菜市场 人潮依旧 但疑问之下 大家有个共同的无奈 菜好贵 很多时都帮着这档猪肉 都是20元 21元 今天就25元 其实除了猪肉 买水果所有东西都贵了 贵了怎么算 那都没办法的 都要吃的 反正你也得接受啊 没办法 但是我们的工资呢 增加太少了 该节约也得节约一点 没办法 大陆刚刚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2.8% 来到2020年4月以来的新高 其中食品价格 受到俄乌战争 导致全球粮价 跟能源上涨的影响 更为明显 比猪肉更夸张的是蔬菜 今年大陆长江流域 大范围干旱 许多农地绝收 当时就有学者警告 会造成通货膨胀 果然现在 影响来到了百姓的餐桌 平常是买两万根的 现在一生生的五万很难就收 所以很难做 吃的要买的 我们都没有放过夜的 菜价不止翻倍 猪肉涨幅超过三成 有不少肉伤还因此吸收 又再推高价格 消费者也只能默默承受 TV新闻刘月华 庄志伟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